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大陸又有個新聞就說班主任騷擾自己的學生。 在雲南發生的就有一個姓陳玲女學生指控, 就說自己上學期間多次被班主任姓騷擾, 老師不斷地發短信糾纏她, 還說好掛著她又說臉上火要跟她去下火之類的說話。 根據極目新聞的報導, 這個姓陳的女生在2020年期間讀雲南某一間職業學校, 當時十六歲, 自從被她的班主任姓趙的男人選了做班長之後, 對方頻頻替她發騷擾訊息, 包括說好似剛才說的掛著她, 臉上火,幫她去火, 還說要約下她出來之類的東西。 而她又透露這班主任在班級其他同學面前表達出對自己明顯偏愛, 導致開始有人造謠, 說她是小三破壞老師家庭。 她提到班主任的騷擾一直持續到2022年3月份, 自己因為承受不住騷擾和謠言有了抑鬱症, 被迫休學住院治療。 期間亦試過割墨。 當時人控訴, 她曾經在2022年底, 向學校和相關部門舉報這個男人, 但自己不滿意校方對她的處罰, 所以選擇在網路上曝光。 但這班主任強調自己沒有同學生發生過任何肢體接觸, 由法律上來講不構成性騷擾, 或自己確實不應該發這些訊息, 檢討自己行為而校方回應, 2022年已經停止老師教學活動。 這新聞又是那種被下體控制著大腦的新聞, 大陸做老師不容易做得到, 但是她做到老師就靠著自己老師的身份想拿到這些女生的信任。 這一個案件我自己看就應該不會是個別事件來的, 應該有不少老師都是想做這些事的, 只不過今次由這單爆了出來的, 所以老師都要看她是好老師還是壞老師了。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個熱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